随着各大城市的夜市开放,随着近期摆地摊的逐渐流行,很多朋友都开始选择摆地摊,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增加一些额外收入,但摆地摊的同时,很多朋友的困惑也随之而来。 为什么同样在是摆地摊?有人赚钱,有人赚不到钱,为什么摆地摊卖同样的东西?有人赚钱,有人赚不到钱,为什么在同一条街摆地摊?有人赚钱,有人赚不到钱,为什么在同一条街摆摊卖同样的东西?有人赚钱,有人赚不到钱,其实不要小看一个一平米多一点的小小的地毯。 其中也蕴含着很深的风水学在里面,如果选择和布局得当,同样可以赚得盆满钵满,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聊摆地摊的风水学,卖什么,看命格喜记,都说男怕选错行,女怕嫁错郎,细心的朋友,可能会根据自己命格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行业,以减少事业上的阻力和障碍。 同样的,摆地摊也是可以选择的,比如八字中水过旺,需要泄水的朋友,就可以选择销售饮料,饮品之类,命格缺火的朋友,可以选择做烧烤这类接近火源的生意,同样。 如果命格中目过望或者目为忌神的话,就可以选择销售木雕或者木制工艺品,在了解自己命格的五行喜记之后,按照靠近喜神五行,售出忌神五行的方式来进行选择,可以让自己的生意更加轻松和顺利,想确定自己命格的喜记,这一点就需要找专业人士咨询和了解了,摆哪里要找准财位,无论是家居还是公司商铺都有财位,布局合理就能很好地提升财运。 同样的,一条街道也有财位,财位上的商铺生意总会比周围好很多,摆地摊的时候。 如果选择在财位上或者紧临财位的位置,你的生意也会比别人好很多,怎么在一群摆地摊的人群中找到财位呢?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客流,不管是什么样的街道,在摆地摊的市场里,客流是有走向的,总有一个方向人会相对多一些,按照这个客流走向,将摆摊区域分成七等分。 在第四、第六这两处位置作为首选,如果是两侧同时摆摊,最好摆在主要客流方向的右侧,这样的位置,基本上就是摆摊区域的财位所在,摆在这里,能吸引更多的客流,不执命。 看左邻右舍,在选好了自己摆摊的位置之后,再不知道自己准确的命格喜记时,怎么选择做什么呢? 这时候就需要看看你的左右都是做什么的了。 可以按照同性不同制或同行不同业的方式,让自己稍显鹤立鸡群一些,这样能吸引更多客源,比如在烧烤或者铁板烧这样的摊位旁边。 买奶茶或者饮料,在饮料摊位的旁边做点心零食之类,如果你的周围都是销售服装的,可以选择销售饰品配饰。 如果周围都是做工艺品或小摆件的,你可以选择一个相对冷门或小众的材质,通过略显与众不同的方式,吸引更多潜在客源,提升自己的营业额。 同时也有效避免的摊位之间的恶性竞争,亮明堂,增加吸引力,在传统的洋宅风水学说中,明堂的布局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,它不仅是风水学中的精髓所在,更是招财尽宝的重要环节。 其中,抽水入明堂的布局方式,素来被认为是吸纳财运的绝佳手段,然而,这样的布局并非只局限于豪宅深院,即便是那些方寸之间的摊位,甚至是借助汽车后备箱搭建的临时摊点,只要巧妙地点亮明堂,也能有效提升财运,吸引商机。 对于点亮明堂而言,选择合适的照明工具是第一步,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,首当其重应遵循的原则便是明亮,这种明亮并非刺眼夺目,而是在保证光线柔和舒适的前提下,尽量选择亮度较高的灯具,如此一来。 你的摊位相较于周围的其他摊位将更加光彩夺目,自然而然地吸引更多顾客的目光,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,我们可以进一步考虑照明工具的颜色选择,色彩作为视觉传达的重要元素,能够直接影响顾客的情绪和购买欲望。 例如,如果你的摊位销售的是食品,那么偏红的色调将使食品看起来更加新鲜可口,若是服装摊位,偏白的色调则能让衣物显得更加时尚亮丽,这样的色彩搭配,无疑会使你的商品更具吸引力,更进一步,你还可以选择一些标新利益。 识别度高的色调,这样的灯光设计,不仅能让你在众多摊位中脱颖而出,更能彰显出你的独特品位和降薪毒运,当顾客在茫茫滩海中,第一眼就能被你的摊位吸引,那么财运自然也就随之而来。 当然,除了以上提到的几点,还有许多细节需要我们注意,比如照明工具的摆放位置、角度以及光线投射的方式都将影响到整体的视觉效果。 此外,随着科技的发展,我们还可以尝试使用一些智能照明设备,通过手机app远程控制灯光的开关、亮度和色彩,为摊位营造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氛围。 总之,在洋宅风水布局中,明堂的点亮是一门大学问,从灯具的选择、色彩的搭配到灯光的布局和智能控制,每一个环节都值得我们细细揣摩。 当你掌握了这些技巧,即便是小小的摊位,也能散发出大大的魅力,吸引源源不断的客源。 提升财运,在繁华的市景中,每一个摊位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,通过精心的布局和巧妙的照明设计,让这些明珠更加一声灰,照亮你我前行的道路。 而这一切的努力都将化为满满的财运,陪伴我们走向成功的彼岸,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携手共进,探寻洋宅风水的奥秘。 点亮属于自己的名堂,书写辉煌的人生篇章,调左右,辅助生财运,在风水的神秘世界里,龙高虎低是一条千古不变的重要原则,它象征着吉祥和平衡,被认为能够带来好运和繁荣。 而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小摊位上,这样的布局同样适用,同样能够为我们的生意带来意想不到的兴隆和财富。 想象一下,在繁忙的市集之中,你的摊位就像是一块小小的风水宝地,在开始一天的交易之前,你坐在摊位前,环顾四周,细心观察,你的目光落在了摊位的布局上,你思考着是否也能体现出龙高虎低的精髓。 这样的布局,仿佛能够让摊位上的每一寸空间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,在摆放你精心挑选的商品时,你可以尝试遵循这一原则。 将商品由左至右,呈现出一种渐变的高度,左边略高,代表着龙的力量,象征着权威和力量,右边略低,如同温顺的白虎,寓意着柔和与和谐,而在中间,流出最低的部分,仿佛是一个聚宝盆,汇聚了四方的财运,流向你的摊位。 这样的布局,不仅美化了摊位,更是在无形中提升了你的财运。 当然,有些摊位由于所受商品的特性,比如服装、小摆件或者烧烤摊,很难形成明显的高低差距,这就需要我们发挥一些创意,采用青龙开眼、白虎张口的风水布局来弥补。 在摊位的左侧,你可以巧妙地放置一盏LED小夜灯,它的光芒照亮了你的摊位,就如同青龙开眼,寓意着新的开始和光明的未来,而在右侧,放置一个二维码力牌,方便顾客扫码支付,只需确保灯盘比力牌略高,就形成了白虎张口的格局,这样的布局看似简单,却蕴含着深厚的风水哲学。 每当夜幕降临,LED小夜灯亮起,就如同青龙开眼,吸引着顾客的目光,为你的摊位带来人气,而顾客扫码付费的过程,仿佛是白虎张口,寓意着财富的流入。 这样的布局,不仅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成交几率,还能让你在忙碌的一天后,收获满满的经济效益。 通过这样的润色和布局,你的摊位不再只是一个简单的售买空间,它变成了一个充满智慧和吸引力的地方。 每一个来到摊位的顾客,都能感受到这份独特的用心和氛围。 而这样的精心布局,无疑也将成为你摊位的一大特色,吸引着更多的人潮和财富,让你的小摊位在繁华的市场中独树一帜,生意兴隆,财源广进,除晦气,进阶增加财运。 在探究风水的奥秘中,我们不难发现,无论是家居风水还是商业风水,都把避免污秽之气视为至关重要的一环。 在这其中,鞋柜和洗手间等细节之处,更是需要我们投入极大的关注和细心的打理,正如一粒尘埃可能影响一池清水。 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物件,也可能成为破坏整个气场的关键。 进一步的,即便是街边的小小地摊,也需遵循风水的金科玉律,避开种种晦气。 首先,在挑选地摊位置时,就应该有意识地避开那些自然带有不良气场的地点,如垃圾桶、熏井盖、消防栓、洗手间等。 这些地方往往积累了过多的负面能量,对于地摊的生意,无疑是一种无形的阻碍。 其次,无论你摆摊售卖的是何物,保持干净整洁都是至关重要的。 这不仅意味着摊位本身要保持洁净有序,你个人的着装仪容同样要整洁大方,细节之处见真章,一个注重细节的人。 其摊位自然也能吸引顾客的目光,因此,何不将你的摊位周围一部范围之内的地方也打扫得干干净净的。 事实上,有一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可以帮助你完成这一目标,那就是携带一把小扫帚在摆放商品之前。 你可以用这把小扫帚拴上一截红绳,象征性地扫一扫你的摊位。 从你打算坐下的位置开始,向前,向四周扫去,这样不仅能去除不良气场,还能吸引更多的好运。 在这个过程中,你的每一个动作,每一次扫除,都是在为自己的地摊营造一个更和谐。 更有力的经营环境,正如水善于流通,风善于回旋,你的努力也会在无形中为你的地摊带来更多的人气和财运。 最后,一壶堂主还想分享一个小小的贴士给各位朋友,选择一个有靠背的小凳子,会比使用马扎或者小板凳带来更好的财运。 当你坐下来,尽量抛开玩手机的诱惑,静心等待顾客的光临。 这样的态度,不仅能让你的心态更加平和,也能让顾客感受到你的专业与诚意。 总之,风水并非遥不可及的神秘力量,它就隐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 通过一些简单的小动作,就能为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好运。 所以,不妨从现在开始,关注每一个细节,用心经营你的小摊,让风水助力你的生意,吸引源源不断的客源,创造属于你的美好未来。 感谢观看 观看